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上最后一次呢 有神韵演出 我个人又就像跟大家介绍一样 如果从无论从我们的节目上角度来讲 从对生命认识的角度来讲 我以为如果你有机会 现在因为神韵演出并没有结束了 它要到五月份了 像欧洲很多地方 亚洲很多地方 北美的很多地方还没有演 我非常希望觉得很值得 用一些时间你自己去看 自己去体会 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我能体会到的传统文化中 因为过去几天里面 反正我有机会又看了好几遍 那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就是讲的生命之间的关系 你远到五千年前的皇帝 那个时候神 人 其实也包括一些魔 鬼 他能够在不同的空间显现出来 那他其实讲了半天都是不同境界的生命 但是跟人 现实我们这个层面的人 有着相关联的内在的生命的联系 那不同的人对这种生命联系 有着不同的感悟和他的使命 演绎了相应的文化 在人的层面展现出来了 他生命存在的过程和出来的故事 马英九说了一段话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马英九已经卸任中华民国总统 那当他没有官方身份的时候呢 他就变成个人可以随便去哪里了 马英九去了纽约 在纽约访问期间 对他有关任总统时的 大陆政策 经济政策进行了辩护 维持现状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 与大陆保持密切的经贸关系 是确保台湾经济繁荣的自然选择 对美国政界有呼声要求川普 阐明美国的一中政策 与北京的一中政策之不同的时候 马英九表示 其实世界各国在与台湾打交道时 对台湾的主权认同一直是有弹性 所以这个说法就非常有趣了 其实它反映的就是一个事实 一个客观事实 那中共要求的呢 就是一种 我以为就是一种骗人的手段 对吧 而作为世界的范围内呢 在处理这件事情呢 它的实际的概念跟虚假的概念呢 并生在一起 它实际的概念 中华民国护照 你说它到这个海外非常好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在海外非常不好使 谁造成的 共产党造成的 为什么共产党造成的 它说它不是人 是高级动物 那中华民国的护照 它说它是人 就这么简单 那么高级动物 它是能随便溜的吗 你坐飞机弄只小狗 还得拴笼子里头呢 你不能在这个飞机 道里头来回跑吧 不是别人说的 是你家课本教的 马云九星期四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世界上愿意跟台湾 打交道的国家 认同台湾有着自己的主权 其实这就是美国的一中政策 台湾并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中华民国 1912年已经独立 台湾的法统 源于中华民国宪法 一个中国 包括中国大陆 台湾在内的 中华民国 那是真正的中国 我觉得就这么点事 我觉得刚才我解释很清楚了 因为中华民国 它是人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高级动物的 所以你怎么算了 这个韩国跟朝鲜 今天中国两头都反 反的理由不同 但是呢 它两头都反 所以这个德国之声 中国反萨德越演越烈 韩国政治家骂 做法低级 没有高级动物 韩国股市 星期五大幅下跌 那中国只是旅游部门 停止提供 前往韩国的观光项目 人们怀疑这一现象 对韩国即将部署 萨德导弹系统的 报复性回应 伟大的爱国主义的 这些活动家们和朋友们 出去一天呢 爱国主义呢 出去一天呢 给200港币 200港币是大陆到台湾去 到香港去的 那如果香港本地的站出来呢 给400港币 它永远把人分成三流 把高级动物都分成三流 就等 但是呢 共产党下的人呢 就是既得利益 对不对 200它也总是比没有强啊 对不对 我们出去挣200呢 我喊的声小点 我骑的举的小点 然后我提前早退点 我晚来点 我挣200嘛 他挣400呢 在香港出现的 爱国主义的那些 那些勇士们 就是这个 对吧 就是这个 那有朋友说不对 你说的不对 大家看到了 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你到韩国去旅游 这是正常的 那是你自己的人的 基本的权利 今天这个政权 跟韩国不高兴了 就要逼迫所有人 要替政权 而参与政治 你今天想去韩国旅游 不让你去 还参与政治呢 你想不参与政治 你都没门得 这叫不叫参与政治呢 这是一个正常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拿出来的一个爱国主义的手段 这是对每一个国民的侮辱 无论你今天想不想去韩国 那是你个人的事情 但是你在这个环境中 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它以这样的方式 影响了你自身的权利和尊严 这就是共产党体制本身的邪恶 对人的侮辱 化妆品 零售市场 汽车制造 航空股票 跌幅程度最大 那股市呢 韩国股市呢 星期五下午 损失了1.3 对中国掐断 主要游客客员的担心呢 造成了市场动荡 弄了半天才弄1.3 对不对 没什么 你看2015年股灾 你看看肖建华带着他们 原来跟那个习近平 王岐山发小的 对不对 穿着开裆裤一块长大 那些个官僚资本家族们 你看看整李克强那个股市 他1.3% 这韩国这叫跌吗 那那些人 在这个肖建华手里所掌控的资本 在整习近平 王岐山 李克强的时候 那都是9% 10%往下整 文章讲说 有些化妆品股值下跌了12% 那一些酒店更下跌了13% 在社交媒体中 曝光了一辆韩国现代汽车 被砸的照片 所以现代汽车的股票 也硬生下跌破了 我觉得可笑就是 2012年那时候砸日本车了 好 曾庆红带着国安的人 砸日本车了 砸中国车不太容易 那车也不值钱 我觉得这就是 这非常荒谬 就是没跟你说嘛 中国人被共产党弄的 就是当猴耍 但是反过来说呢 韩国遭受的这样的 这样的打击 也是他自己获得的报应 相生相克的道理 他自己获得的报应 大家朋友说 那不对 你这不能说 这头也是错了 那头也是错了 其实是那么回事 有一个东西叫以利打利 对吧 隔山打牛 这是一些练武术 练内加工的人 有这个说法 特别是以利打利呢 是练好像是太极的 都是太极的说法 他自己不动 你们自个就掐起来了 我觉得这里头就有着内涵了 与此同时 这是今天报的 比特币再次疯狂 价格首次超过黄金 2月28号 比特币市场价格达到1265美元 超过了当日黄金1233美元的价格 比特币这一次价格暴涨 源于来自中国的需求快速增加 但中国政府警告说 电子货币被用于向国外洗钱 这是中国政府说的 那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提到 这是用比特币实际是 为什么中国很猖狂 就是往外跑钱 在中国用人民币买了比特币 然后跑美国再用 美金把比特币还回来 钱就出去 就这么点事跟都场一样 把钱存在澳门都场 然后人出去了 从澳门都场又取走了 说你在哪呢 我在澳大利亚 只能取澳元了 对不对 你没在中国了 所以你存进澳门 三千万人币 那你到了美国取出相应的美金 有没有手续费呢 很可能有 很可能有 对吧 要不然人家赌场干嘛 给你干这事的 就这么点事 对吧 比特币 那赌场不好办了 那比特币是在这个 网络上可以交易的一种货币 就这么干了 假钱 当真的使 大家有着共同的需求 要把钱从大陆转出去 对吧 这头打韩国 跟美国叫板 那头底下的人拼命往外跑 然后有一情人在报纸上说 哎呀 党国太伟大了 你说谁坑谁呢 也不知道 就我一直跟大家说 共产党框下的中国人 整中国人 那就是阎王爷整小鬼 今天他是阎王 明天他还是阎王爷 也不知道谁是真阎王 有权力的人 面对所有在他权力之下 可以控制的 都是阎王爷 每一个正常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